伍德两个字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姑娘在对手认输后 收回了自己即将挥出的拳头 并且在对手昏迷不起时 请求现场的工作人员及时救治 与比赛中的雄狠表现对比 简直判若两人 这个姑娘叫熊静男 熊静男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 在06年便进入国家拳击队 是山东女子拳击锦标赛的四连冠 在2013年转型为综合格斗运动员 至今保持着万冠军赛 女子草量级世界冠军的头衔 这场比赛 他的对手是来自巴西的柔道高手桑托斯 这也是熊静男的金腰带未免战 桑托斯的实力不俗 但熊静男更不是软柿子 比赛刚开始不久 熊静男就凭借扎实的拳击功底 将对手压制在地面 并持续砸拳对方 虽然桑托斯力量不如熊静男 但柔术黑带的实力让他任性十足 熊静男多次重击 犹如打在棉花上 虽然有伤害 但并不明显 桑托斯在下位试图做手臂时自顾 但很快就被熊静男暴力破解 两人在比赛中毫无停歇地进行了大量弱博战 但不管是在地面还是在战力 熊静男的优势都更为明显 绝对象 三人在阳正中的阳 你连着了一场阳 一场阳 净了一场阳 再对手 又用了一场阳 吴尘坏 加上他的肩膀 接下来 很久留意 很久留意 犹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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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两人的对攻过于激烈 战至第三回合时 二人的体力都有些不支 但雄竞男依然猛打猛冲 靠着出色的拳法持续压制桑托斯 面不挨了多击重拳后 桑托斯再也顶不住了 白手认输后瘫倒在地 见到这一幕雄竞男也快吓坏了 赶紧请求工作人员上场救人 通过慢镜头回放可以看到 在对手白手认输时 雄竞男马上收回了下一拳 这么一位有武德又有实力的拳手 堪称中国格斗的骄傲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点个赞再走呗